全球通膨时代来临 台湾物价起涨 连一些大学生面对开销大增 也是十分有感 人类银行问卷调查就发现 如今大学生每餐吃饭的成本 很难低于100块了 三餐负担最大的 当然就是北部地区学生 每个月餐费比中南部 大学生要多出了500多元 让不少人是读书至于 还得坚持打工 替自己赚点吃饭零用钱 近年来台湾万物 无非掌想吃顿好料 先想想荷包够不够深 掌声似起连大学生也很有感 我觉得便当算上价蛮高的 就可能疫情后就比较贵这样 人类银行针对国内400多位 大专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有高达60%的大学生 认为自助餐的涨价最为明显 其次为手摇引及每天必吃的早餐 东西贵桑桑 尤其北部学生几乎餐餐破百元大关 南部大概六五七十那里就有了 然后现在北部就要95啊100 根据统计北部学生平均每周餐饮 花费2443元 一个月换算下来比中南部大学生 多出584到688元左右 更有38%的学生对经济负担 感到压力出现忧郁和焦虑等情绪 再省一点就好不要太常喝饮料 就直接回家吃啊 如果我在外面吃一整天的话 大概六七千跑不掉 钱包吃不消只能跟美食挥手道别 也有人干脆回家吃比较省钱 更有人读书之余 还得兼职打工赚点零用钱 找公餐的打工机会 除了培养工作的经验之外呢 也可以通过公餐节省部分的饮食开支 或是参加大学的讲座 有可能可以获得公餐免费的餐盒 物价集结账如何开源节流填饱肚囊 如今也成了不少大学生血液职位的一大难题 记者王赞运杆人地台北报道